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边呢 学了内置函数中 如何生命变量 对不对 对 这几个看下流程控制中的义父与俊 好吧 义父与俊跟我们PPP的义父与俊分支结构是非常的像的 对吧 如果大家学过PPP的分支结构 学这个非常的轻松 如果大家是专门做美工的没有接触过分支结构的话 学起来难度会有一点大 对吧 但是咱们就假设大家已经学过PPP的义父与俊了 对不对 咱们的使用就会非常的方便 打开我们的模板 看一下 把原来的内容咱已经不需要了 把它去掉 好吧 那假如说我们在这块PPP里边分配一个变量过来 看一下 假如这个VR 我分配一个变量 随便写个数字 一个5 看到了吗 那我们如果是单路分支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可以在这里边用一复开始 然后再有什么一复结束 这是相当于一个块函数 对不对 然后如果 但是不是像我们PPP写括号 括号只是改变优先机 听懂吗 所以这里边不需要括号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变量等于5 比如说我先等于一个55吧 然后输出这一行5 现在条件常列吗 这是单路分支 对不对 不成立 不成立的话 我们就不会输出这一行数据 看一下 里边index.pp 是没有输出 如果是条件常列的 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等于5 是可以怎么办 输出来的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有 怎么 否则 这块我们可以加一个另外这个根 因为它内置函数 跟我们普通函数块标签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中间多了一层 否则 否则输出一行几号 现在等于5的时候肯定不走否则 对不对 这是双路分支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里边 把这个改成了 比如说55 是不是就走否则了 输出一行几号 对不对 除了有大路分支 双路分支之外 我们这里边还可以有什么 还可以有多路分支 比如说 否则如果 对不对 倒数变量等于6 但是两个等号等于6 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一下 我这个pp 是不支持两个关键词分开的 在我们这里边看一下可不可以 当然这没等于6 对不对 假如说我把这变量改成6 有吗 对 是不是没有这个出现了 对不对 我合到一起去 你再看一下 乘一下 倒数变量不一样 我是不是没有输出任何东西 对不对 因为在smart2里边 是不支持这种分开的结构的 你看我们smart3可不可以 刷新一下 是不可以 我们合在一起 再保存一下 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 对 所以这个结构 是不是跟peerp的结构很像 我是不是还可以写多个活动 如果 对 在这里边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还可以嵌套 如这样 如果这里边$vr等于 比如说vr1等于8的时候 我们再输出对 斜杠if 不光是等于6 还得vr1等于8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再分配一个变量 smart ass agin vr1 分8 看到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边也输出来了 对不对 另外 在smart3 如果你是pp抽元 写过卖情 还支持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块分配一个数组 数组 smart ass ss ign 这块里边假设用ar 这块是ar 里边有个12345678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可以这么做 可以调用系的函数 比如说如果 我弄这个 道乐福 是 刚才咱们是 用if 由if 开始 咱们就得用什么 有if 结束 然后如果什么呢 cnt 看一下 是不是标记的函数了 道乐福 如果这个数字个数大于5的话 这块 我们 输出 输出几号了 输出一号圈里吧 当然这个个数字大于5的 我们再看一下 视频上讲上就有了 还可以判断一些变量存不存在 你看 系统还是都可以调用 如果 ad side 判断变量 doll for ar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就输出 鞋干衣 输出 比如说一行百分号 这变量是不存在的 我们看一下 小心一下 是不是输出来了 所以系统还是可以调用的 但这里边我们用起来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什么呢 你看我这会用大于1号了 是不是跟这标签的标签的 也是一个小一号大一号组合的 会发生冲突 所以一般的我们用什么 GT 大于1 G1 就是大于等于 GT就是大于看到的 一样的效果 是这样 有哪些符号可以 因为传统的等号 大一号小一号都会 会跟标签发生冲突 对不对 另外呢 传统那些运算符 咱们呢 不一定全都用 对不对 所以呢 smartt里边给我们提供了 很全的符号 什么的 他们这些词 修饰词 备用词 我们一般都用备用词 看到了吧 然后语法用力 你看 两个等号 我们一般用EQ 对吧 他就是这个词的说明 两个变量是否相等 和等号是同意的 不等于用NE或者NEQ 对吧 用法是这样的 咱们一看就应该词 对不对 很简单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试了 对不对 然后不等于大一号 咱刚才用我是个GT 判断一个变量是否大于这个 是这个词的所写 然后小一号是LT 对吧 GTE和GE都是大于等的意思 LTE和LE都是小于等的意思 横等 那你就只能用横等这个 没有别的备用词 对不对 不等于可以用NOT 对吧 然后球模可以用MOD 还有下边这几个 什么呢 A子NOTDAV白和A子DAV白 相当于什么 是否能被 比如说这个 刀断A子NOTDAV白 是否能被四整除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否是偶数 这会儿呢 什么 嗯 出完之后 商是否为偶数 对吧 这个呢 是否为基数 这个呢 商是否为基数 还可以这么用 对吧 比如判断 变量是否为偶数 怎么办呢 假如说 如果 如果 斜杠E我们判断 刀断 是否是偶数 A子E为因 如果它是偶数 我们输出 一行二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偶数呢 就看二出不出现 对不对 出现了 因为 说的是六 对不对 六是不是偶数 对 那如果它是不是基数呢 什么 O D 这就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还有好多这样的词 希望大家可以记一记 对不对 这些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特别是什么 这里边的 被用词 对不对 那具体一副语准的一些 更有其他的一些详细的用法 你看 下面都给我们有一些实用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判断名字等不等于它 还可以用逻辑的详细 或者名字等于它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还允许使用圆括号 改变一片机 比如说 判断这个是不小零 或者这大一零 然后用一片机 再并且这个变量 还可以从配处的念读 读取变量 看到了吗 然后还可以牵到系统函数 刚才能用过了 对不对 还可以检查数 是不是一个数 这都是用系统函数 对吧 然后检测是否 什么 为偶数 是否为基数 对不对 对 然后测试这个变量 能是否能被四整除 对吧 测试 什么呢 判断是否为偶数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 还可以分支欠套 这些都用过了 所以学个peerp的话 大家用这些 对 就会非常的容易 对吧 好 好 这就是我们这些课 要给大家介绍的一符一句 这个你要作为重点 因为呢 咱们作为美工也好 成员也好 写魔法 经常会用到一符一句判断 对不对 根据变量的情况 我们该输出什么样的界面 对不对 嗯 好 现在这样 我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